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外交部统计在案外媒数量 截至2020年12月新增18家国际媒体 以记者人数来看新增34人 比2019年增加了将近四成 外交部表示新增的媒体几乎都是因为中国已签证 限制外媒改注电台湾 我们的电话被偷听 我们的电子邮件也被监视 让我们最难受的是 我们的采访的对象的中国人会受到当局的骚扰 那些打压那些困扰的来说 就好像从地狱到天堂一样 香港国安法的事件也对于我们采访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我们要考量说我们采访对象 会不会因为台湾相关的机器就有安全的危险性 但我们的记者也同样是这样的 不只日本媒体受到阻碍 德国媒体也坦言连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明显倒退 在国际上台湾的曝光度和作为战略地位 因为台湾去年防疫成功 然后台湾又变成了中美对立的一个前线 外媒一年内暴增有三大因素 去年台湾大势多 蔡英文史上最高票连任 第一位直辖市长被罢免 先总统李登辉辞事等 再来是因为台湾防疫成功 世界出名 当然中国对外媒的打压是重要因素 外媒更改注点以行动肯定台湾 也让台湾更被世界看见 三连星的刘亭庄会期待到